全球公卫界盛世世界公共卫生大会 今年共有90国超过1500人参加 我国国民健康署署长邱淑提 首次以官方身份受邀演讲 显示台湾的公共卫生成果受到重视 其中全民体重管理计划 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TO官员的大力赞扬 邱淑提也带领全体与会者 做上班族健康操 气氛相当热络 每隔三年召开的世界公共卫生大会 是全球公卫界盛世 今年共有90国超过1500人参加 而我国国民健康署署长邱淑提 首次以官方身份获邀 在大会演讲展现台湾公共卫生的成果 邱淑提表示这是极大的突破 我们很希望这样的重要的一大步跨出去 然后未来台湾就能够持续的来参与 事实上他们已经邀请我们到下一届的大会 而且呢 他们也主动跟我提起要尽快的让台湾成为正式会员 第十四届世界公卫大会在印度加尔各达召开 邱淑提在大会上分享 我国政府推动的全民健康体重管理计划 他指出从2011年计划实施以来到去年底为止 总共超过289万人次参与体重管理 其中将近21万人次BMI值由过重或肥胖恢复到正常体会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部门主任尼拉公开赞扬并肯定 我国政府推动的全民健康计划 我国政府推动的全民健康计划 台上台下互动热络 庄设计者何鸿如 加尔各达报道 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 台北时间23号上午登场 万顶最佳影片的电影 包括黑色喜剧《鸟人》 现中美国男星米高基顿 饰演过气的超级英雄演员 为了东山这起转战百老汇 迎战演技 影迷有目共睹 奇幻电影 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 走黑色幽默路线 剧情描述八面玲珑的饭店总管 离奇卷步谋杀案 过程更不时穿插冷笑话 带领观众经历洗泪交织的旅程 电影美国狙击手改编《真人真事》 好莱坞男星布莱德利库博 化身美军英雄克里斯凯尔 战功标柄 家庭关系却陷入危机 他回归家庭却有新戏战场 诠释君子和家庭间的煎熬抉择 电影年少时代导演 理查·林克雷特 耗时12年跟拍6岁的素人男孩 从求学 恋爱到走入家庭的成长过程 独特的拍片风格 先前已经拿下金球奖戏剧类最佳影片 强势问鼎奥斯卡 二战电影模仿游戏 拿下奥斯卡奖八项提名 成绩亮眼 片中英国男星班奈迪克 饰演二战期间的解码专家 艾伦·图林 奉命协助英国政府 破解德军的通讯加密装置 及时拯救各国无数性命 爱的万物理论 以全球知名的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为主人翁 霍金理患剑动症 年纪轻轻就并发 逐渐失去体体活动能力 尽管身体美抗欲下 妻子不离不弃 霍金终究克服难关 完成博士学业 研究出宇宙诞生的理论 近期的鼓手是新锐导演 达米恩·查德雷 取自个人经历的半自传电影 描述年轻爵士鼓手 和指导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 乐手不顾一切 精进记忆的同时 却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 戏剧张力震撼观众的心 《竹梦大道》 重现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登·金恩 争取民权的历史 他在1965年 发起平权大游行运动 最终促成美国总统林登 签署通过选举全法 让美国黑人从此享有选举权 发布精彩好片 进逐奥斯卡最佳影片 《小金人讲过谁家》 即将揭晓 中央社创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央社的读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改变城镇的一年 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2015年 扬眉吐气 《宅男女神》阿喜去年发行写真书 和单曲成績亮眼 今年初再接下三支广告代言 近账三百万 人气居高不下 出席活动上 阿喜特地向粉丝拜年 不忘搞笑一番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喜林玉品 最正最可爱的那个就是我了啦 很敢讲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央年来了三羊开胎 每个人都喜羊羊 歌手曾沛慈新的一年宣传行程同样满档 歌唱选秀节目出身的她 等待七年终于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一元歌手梦 谈到未来目标 她希望让更多人听到她的歌声 哈喽各位中央社全球视野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曾沛慈 在这边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自己的新年新希望 也希望自己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 可以唱歌给更多的朋友们听 曾沛慈过去七年拍摄偶像剧系列 人气攀升 去年底以歌手身份回归歌坛 游泳温暖疗愈的歌声带给歌迷更多感动 中央社记者张欣伟也被报道 年糕在传统寓意代表步步高升 农历年到来各大餐厅卖场都少不了这一味 看看桌上各种年糕 无论是潮汕口味或是福州式年糕 还有充满南洋风情的香蕉叶年糕 新加坡华人喜欢吃年糕 是因为年糕代表年年糕生 还有年糕是甜的 过年每个人都喜欢吃甜的东西 代表甜甜蜜蜜 在过去新加坡是鲜明赴南洋的聚集处 来自各地鲜明把自己的家乡味烙印在湿城 让这里拥有多元口味 同时也传承老祖宗 便手知足的打拼精神 像是以传统石膜膜米浆的香蕉叶年糕 制作手法繁复 得加香蕉叶剪裁折入铁罐 再把米浆倒入用大火蒸出炉 还有还有加入内馅烹调搅拌制成的福州口味年糕 这可让老一辈的福州人 或是到新加坡打工的福建人 更有思想情 最常见的莫过于以糯米 汤为基底的原料制作 也是在地华人选购福州口味的首选 我们新加坡人在新年时间都比较喜欢吃年糕 尤其是红枣年糕 因为红枣年糕是代表我们吃了会红印当头 一整年都会发 每到年节 家家户户都会围炉团圆吃年糕 不仅传承文化 也为新年带来好兆头 张胜系者冯自强新加坡报导 农历春节的脚步近了 雅加达历史悠久的草普唐人街 满满都是大红喜气的年节商品 处处可见贩售桃花红包带 春联和中国节的商家 还有秀上洋年吉祥化的应景商品 热闹程度不输给台北的暖货大街 我是过来这边买这些红包 还是有这些过年的东西 然后就是给这些客人 给拜年吃的东西 唐人街的地方就是吃的 然后还有这些红包 灯笼都可以看得见 当地商家说 这个雅加达最热闹的年货集市 每逢农历新年都会淹水阻碍通行 却无法阻挡买气 反而过年不可少的南北货糖果 积满人潮真想采购 尤其旅居印尼的华人 更纷纷前来买买对联 选选干货 带一厢船员过个好年 因为这是洋年 就是祝大家 山洋开泰 然后试试顺利 第8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即将在台北时间23号举行 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公司 发布的民调指出 美国狙击手布莱德利库博 和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的瑞斯 维斯鹏 是美国观众最看好的影帝 和影后人选 紧追在后的是鸟人米高基顿 以及主演控制的罗沙蒙派克 至于最佳影片则是克林伊斯威特 指导的美国狙击手呼声最高 更多精彩消息 请密切锁定中央社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不会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